比賽前 台服根本沒人玩得 隱藏身角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這很好 爬份的隱藏身角 再來呢就是非常 作弊等級的出裝 這套裝備只要買出來呢 完全是犯規的存在喔 我們先來看看呢 他為什麼這麼強吧 再來呢 實在是出裝 他強勢點呢在於 他只要出全坦裝 就會有傷害 而且呢有增傷跟沈默效果 還是範圍的 基本上呢是非常針對 細微跟高爆發刺客的 而細微高爆發刺客呢 也是目前的主流 所以呢瑞克 針對著目前的強勢主流角 再來呢 為什麼台服沒人玩 那很簡單喔 因為呢他不會出攻擊裝 沒有大傷害 沒有大爆炸 大家看他坦克呢 出坦裝就沒興趣了 殊不知呢 他竟然是一個可以出全坦裝 還有爆炸傷害的英雄 基本上呢從之前的瑞克 都是草形態刺客為主喔 就是呢攻擊裝 草尼看到人一套秒 而這版本改動之後呢 我們不那麼依賴草形態了 在草尼依然是霸主沒錯 草尼呢我們的挑飛 跟二技能傷害都更高 還會回血 不過呢現在的陸地形態 跟水形態也很好用的 比如呢水形態 突擊距離會變得更遠 而且呢有斬殺傷害 土地形態呢除了攻速很快 我們會瘋狂砍人一彎喔 二技能 命中敵方英雄呢 回復10%最大生命值 最多可以回復30% 加上我們出全坦裝 二技能呢會回血回很多唷 而且呢二技能還能儲存使用兩次 所以呢這版本玩得好 瑞克不只草形態唷 也要用好我們的水跟土 而且呢也不一定要挑飛人 才可以開大招喔 只要我們能夠黏著人呢 大招都是可以用的 瑞克大招也是有改強過唷 以前的瑞克大招又很細節 要觸發印記呢才有 現在不用了 只要貼到人就可以 所以也是簡單的很多 那我們從出裝開始了 職業賽呢都是玩凱撒路為主喔 我們這場是一樣的思路 這思路呢是可以在凱撒路的 只是我們玩的是輔助喔 不會被兵線手幫助 第一件裝備的話呢 如果很需要解控的話 像這場有哥德 或者有夸克 我們都會出清新解控 不然的話呢都會出魔眼 魔眼是一個OP神裝 有個Bug效果 再來呢 我們是鞋子 如果呢勤快允許 我們會指上長聖護符 只要買出長聖呢 我們就是OP的存在 有了長聖護符呢 我們就不再需要回塵劍喔 回塵按鈕呢已經可以拿掉 基本上呢只要我們金草叢你 血量就會自動回滿 超OP的 只要呢敵方沒辦法秒掉我們 我們就不會死 可以一直的回塞 不過呢如果對面 你看陣容呢 對面出一些前期打架很強的 會一直碰撞的 那我們可能看情況呢 會先出個小火甲 或者小腰帶 火甲放到最後一件呢 並不是代表他最後出喔 我們通常呢 他小劍裝都會提早出 增加我們的傷害跟清兵效果 如果呢你不喜歡火甲的話 也可以改成復活甲 沒問題的 只是呢瑞克的生命值也是傷害喔 而火甲呢也會 吃到我們的最大生命值造成傷害 所以呢也是有用得到 裝備有點滿喔 不然呢每個只出復活甲 關於限定的是德魯伊呢 就看你的心情了 都是可以的 完全沒問題 奧義的部分呢我們出的是百串喔 這百串呢是有用的 幫助我們前面多點傷害 你看呢我們完全沒出攻擊裝 貼到敵方的脆皮還是可以秒 就算不秒呢也可以打成 主要是我們打很高額的增傷 還有沉默效果 在後期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貼到他們的脆皮 脆皮就會完全沒有戰力了 射手被我們貼到呢 只能夠跑而已喔 打也打不夠的 當然呢我們不會自己一個人衝進去喔 我們進場時機呢 必須要是隊友可以跟得上的手 這樣子我們才是神開團 如果隊友跟不上呢 你自己一個人衝進去 那就是神送頭 而且呢瑞克這英雄 我還是拿劍喔 跟我們的名字動不得大 有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名字有來 老一點的呢 或者喜歡讀武俠小說的 應該要知道 蔡小朋友還看小說嗎 可能 看東班比較多吧 五條屋有沒有 還有鬼妹之人 以前我們小時候呢 看的是金庸跟古龍 所以呢 我們這個愛迪是很有意思的 本來這賬號呢 就只玩拿劍的英雄喔 大家看我們前幾部呢 應該是愛麗龍嘛 比較多 最近呢也要回來玩莫拉了 不過呢莫拉這英雄有點浮誇喔 有點 很神神秘秘的 有時候外府很熱門 有時候比賽又出不來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裡先等一等 這邊呢我們本來是想要 把敵方的注意力吸引過來 然後隊友去摸上路的高地塔 這是我們的劇本 不過這個過程呢是需要射手去摸的 也摸掉一點喔 沒摸掉 看來得準備下一波攻防了 喔抓到一個空檔 先秒幾個打野 你看呢 輔助衝進三個人中 把打野秒掉 再跑出來全身而退 還有這場呢有個細節喔 下路呢 一般來說 遠的距離是由凱撒路過去清兵的 只是呢這場他好像不怎麼清兵 不怎麼帶線 所以呢敵方拖的很久唷 這葉娜呢是會抓人 會單殺的 只是呢清閒意識 要再 跟隊友多多配合了 這時候呢我們 稍微看個視野 敵方知道我們在哪裡是沒關係的 給他們壓力就好 而且你看這一波呢 我們沒有草叢是吧 沒有草也沒關係喔 大招呢貼到人呢 就能發揮效用 這邊大招有18秒人缺時間 我們等下一輪 這草泥呢敵方應該知道我們在哪了 沒夠強 不過這邊呢敵方的狀態也不好了 他們估計要回家 那我們隊友是可以直接吃凱撒的 剛剛那時間點呢 他們 正準備回家的時候 直接開凱撒 他們是沒辦法反應過來的 等他們過來看的時候呢 察覺到人不見喔 凱撒就吃完了 不過呢這一波我們雖然少人喔 但打下還是有打贏 貼這個靈地 而且呢有逼出他的技能跟 凝霜寶珠 這時候呢我們隊友過去抓他就會很簡單 那最後就摧尾珠寶 遊戲結束了 以上呢是帶來瑞克的實戰解說 一隻呢出全坦裝 也有傷害有控制 有靈活性的英雄 整體來說呢是很強的喔 而且呢台服沒人玩 堪稱隱藏神角 最後我是尚恩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